靠住以消费者友好的方式到达国家的每个角落 目前印度的金融科技在预定为87% 院员高于全区 百分之零十四的平均水平 从而是印度成为最大的数字市场之一 最全区不仅是有一个增测和先控制的结果 而且就要是我们生人变化的意愿 很明显印度迟早回周详 无先进社会 因为政府正在护理这种现代社会的变革 每次金融科技部门 由金融科技初创企业的发展 是印度成为世界上第三大初创企业广播 正如莫迪总理所说 这应该归顾于这个国家的年轻人 他们在数字转型中放回了关键的左右 数字印度运动成 证实无选经活 少选经经济成为可能 奉利支付 前面 简称UBI和7G 已经求到 完美 在带营数字支付方面 已经超过了所有7G 国家 至于提醒 2022年到2023年 再整年入第三级度的UBI 或动义支付减免支付2 已经超过了3804亿务币 叫以额超过了3203亿 这说明数字印度运动取得了成功 现在支付系统也已经在尼泊尔 数字架一份年轻人设计的短品 谢谢大家收听 印度的立广播电台 现在我们补送 家具尽歌唱的一首歌曲 请秦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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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istance 秦桑 我们的音频 请秦桑 relação 秦桑 ov guessing 秦桑 请文字 representations va